Hello 大家好 欢迎来到我的频道 就是这次录这个视频我这么想的 就是本来我不是说想要做一个Tinder的一个试验吗 就是看我每天花10分钟左右的时间去划Tinder 然后得到的一个效果数据嘛 然后我就想哦 既然我划的时候 要不然就我边划边录屏给大家 然后可以让大家看一下我是怎么划Tinder的 我觉得还挺有意思的 其实我在录之前有想过这个截屏会不会不太好 但是我又一想反正既然大家都把自己的照片都割到了网络上 所以我会觉得OK吧 对啊 所以就是今天就来给大家看一下我是怎么划Tinder的 我录这期视频其实没有任何 就是我没有任何准备 所以我也不知道可能会有漏掉的一些点想跟大家讲的吧 我就是到时候这里会有一个我的录屏 就是我一边划一边跟大家聊 就可能今天视频我会稍微分析一下 比如说某一些人他的照片设置或哪些东西可能会不太行之类的 然后以及为什么 所以我可能会划的稍微慢一些 我也不知道啊 非常就是废话不多说 我们现在开始啊 然后就是我们先我们先看 因为我买了Tinder的会员嘛 所以我们可以先看一下Tinder会员的那个页面 就是首先你能看到你有多少个likes 然后有个likes sent 还有个topics 然后likes 你看到我现在有6000多个likes 但是其实我没有 就是我会偶尔先去看一下这些likes里面 因为这个likes就是别人like你 你能看到的 然后你可以直接match 不要节省时间 然后这里面但是6000多个其实都一般 anyways 我们先看一眼哦 因为我最近没有打开了 然后 反正 这个就先给大家看一眼 一会儿我滑的时候 我再具体讲那些照片的东西啊 ok 没有什么我想点进去的欲望呢 ok 就是这样了 然后看一下likes 看一看topics啊 topics就是tinder他自己会自动给你匹配一些 你可能 他觉得你可能会喜欢的人 哦 然后看一下 这个不想看 这个都不想看 这些都 我都不想点进去看他的profile 我没了 ok我们还是滑吧好吗 ok开始了哦 反正一般我不会滑外国人 除非是那种我觉得长得很好看的 但是 我觉得长得很好看的 挺少的 ok 所以所以这个呢就我开始滑了我 就所以一般像这种的我就不会看了 但是但是我觉得可以讲一下这个人 虽然这个人不是我的菜 我们可以看一下他的 他有一个姓名 然后年龄 然后他的文字很明显 他是一个会说中文的英国人 ok 你知道吗 他就像如果他是一个外国人 他写 酸 酸 Q4 看 英 这种可能会觉得还好一些 但如果他是一个中国人的话 这么写就会觉得有点 不太行 anyways 看一下他照片啊 他的第一张照片 其实我觉得是ok的 就是你能清晰的看到这个人的脸 然后不会太过分 也不会太奇怪 然后也不会太 你懂吗 就是一个非常正常的一个正面照片 我觉得 他的这张第一张照片是ok的 就是我能看到他的脸 且他没有很奇怪的表情 然后他春衣打扮其实也很正常 然后他的文字也没有写到很多 也没有补写 就是一看就是一个很正常的人 然后第二张照片就是 再往后看 这张就很糊 这张应该看出来 他是应该当过兵吧 anyways 然后爱运动 然后 I don't know I don't really like this look 我不太喜欢打扮成这样子的 就是很明显的是第一张照片 是他年轻时候的 就是肯定不是他近期的 然后后边其实是 像这张和 这张其实就比较比较像近期的了 就是能感觉到这个人苍老了一些 ok 然后 然后生活照片 他有他的大学 anyways 我觉得 这个人的信息在我看来是 其实他的一些照片什么是比较 比较合格的 但是我 做话是因为他不说我的财 ok 然后像这个 这个就是经典的 我说的为什么要挡脸啊 你挡脸的话 I don't know 挡脸就 我肯定都不会看的 ok 所以这也是禁忌 我说过了你的第一张照片 看不到脸啊 我觉得挺打扰的 一定要让人看清你的脸好吗 ok 而且我其实 还有一个点是 可能有的人他不想放能看到他的脸的 是因为他怕 他周围的同事或者认识的人看到 但是在我看来就是 如果你认识的人看到了 这个他也在用啊 就是你有什么可顾虑的呢 I don't know ok 所以这个我不想直接看后边了 我直接左滑了 因为这是我讲过的 一定第一张照片要看到 很清醒的脸 ok 然后这个就 像这个我 其实很不喜欢 你看他直接就写了 我不喜欢他直接就写了 他的所有 所有收到账号的一个 内容 我不喜欢这样 就是你可以写IG的 可以写Facebook的 但是你所有都写了 且其实写WeChat 是我最不喜欢的 因为我会觉得哇 就是给女生的感觉就是 你自己把自己的 微信的号写在了上面之后 可能就 就等着别人去加你 就是给我感觉是那一种 你不想要 做过多的努力去 认识其他的人 而是等别人去加你 然后你再去怎样的 就反正anyways 我不喜欢这样 ok 然后这个就是我又 你看我讲过很多次 这些都是禁忌啊 那这个人的profile 我都看不清啊 一个是像素D 一个是看不清脸 再见 然后这个 这个很明显 为什么不行 是因为他照片拍出来 你看看这个人肯定有一些矮 然后外国人其实我也不太 也不是我的菜嘛 所以肯定就 然后 然后不是 那 no for this one owner serious 可以往后看一眼 他的照片 Hairport Walking Den 123 This is 这也是我说的非常禁忌的 第一张照片是自己的脸 后边什么都没有的话 在我看来是一个 在我看来是一个fake的 一个ID 就是他照片是假的 我认为是这样的 at least ok bye 下一个 下一个这个人其实 ok not my type 但是他 profile没毛病 ok 这个 what's up 这个就完全不是我的菜 这个人就是 不是我的菜 这种我其实挺不懂的 就是会写很多字的 像这种我挺不懂的 Manchester 就是我 我追写什么 不喜欢做饭 不点外卖 在线 约饭 贵贱 不挑 费用 NAD 连离定 开车 不合 时间周末 忙于追逐 有关 我特别的好想写一堆文字的 这种了 就很烦 然后 其实我现在往往觉得 外国人的 个人信息设置都还挺 正常的 就是 比较符合我说的那些标准 能清晰的看到他的脸 而且能看到这个人 你能很明显 就比如拿这个人来说 你一眼就能看到他 整个人的一个vibe 我觉得是一个很开朗的 然后你再看这些 他有一只狗 他有一个宠物 然后我能感觉到他 应该是一个很 很 喜欢 交朋友 户外运动的一个人 而且他每张照片 都是笑的 你懂吗 就是这是个good vibe 在相关其实长得也还行 但是只是因为我不太喜欢 也不是不喜欢 就是我 没有特别多感觉 所以 拜拜 OK 这个就纯属就是 太不行了 不好意思啊 不好意思 哦对 我还想说 其实看别人的照片来进行评论 我觉得会有一些些不太尊重人 但是 就 但是我的初衷 其实是想跟大家讲说 女生真的在滑听着的时候 她看中哪些点 哪些点就是不行的 就是我觉得 老说什么你们用设定人件 match不到人 看不到人 画不到人 我觉得一大部分也是 跟你们自己的信息 设置有关系的 当然 除此之外 还有一些算法 就是之前讲过的 就是肯定是你越优秀 你被滑到的几率就越高 但是我想说 一些基本能避免的问题 还是避免一下 好吗 OK那继续滑 那后面可能 我就直接 不会说太多了 OK 这种典型程序员的脸 我会觉得她照片没毛病 只不过不是我的菜而已 OK Right Sorry 你知道吗 这种我也特别不懂 就是 放一张自己的一寸照片 只有一寸照片 我不管你长得好看 还是一般 我会觉得很奇怪 对 这种 又是写了她的一个ID 应该是WeChat ID 然后照片没有正脸 就乖乖的 Anyways 这个不是我的菜 这直接写 不交换WhatsApp 单身 先号 香港人 only Oh my god This looks like bye bye I don't know 香港人这么有优越感吗 Anyways No 这个你看这个功能 现在听着新加了一个 Rewind to see 就是可以回去看 刚刚那一个人 当然 这个 这个 这个人很明显 就是来约泡的 这个profile OK 就是不光是这种 Nudity 就是不光是这种 会表现一些自己身材的照片 是心安事啊 但是这张就很明显 I don't know 就你看写Let's talk first 就是no rush 就是我觉得就很明显 就是女性的直觉就能感到 这个人就是来约泡的 OK 然后 这个 特别的 不是我的菜 然后他 这个人很直白 写Francis Benefile Wanest 他就想写Wanestana Anyways No 然后像这种 就是我之前吐槽的 就是放一些什么名车之类的 然后有什么吃的 然后有什么酒啊 然后又是景色呀 这些啊 就是这是我说的禁忌 我都不知道你长什么样 而且就 所有东西都可以是faked 拜拜 OK This one I don't know 这什么 这个是什么姿势啊 就首先这个姿势 就让你觉得很不雅 然后这个人身材不好 然后他也看不到脸 就Anyways 就打扰了 OK 然后这一个 我发现 我发现这个profile 是大部分人会有的状态 就是一张主图 你能看到一部分的侧脸 然后也能看到整个人 大概的一个感觉 然后后面就是什么 戴口罩了吧 然后会有一点糊吧 就是要不然就是对镜拍戴口罩吧 我甚至觉得这个人啊 我个人觉得里面有几张照片不是他 他自己凑的 我的感觉 OK 然后 哇 不知不觉滑了这么久 我们再滑 再滑五分钟好了 好吗 我就挺好玩的 但我不知道你们看的话会有什么感觉 因为我第一次这种形式 对啊 然后 而且其实 之前看还有人说我特别自我之类的 其实 我一直都 我承认啊 我一直都是 我是挺自我的 而且很多东西我要求就是很苛刻 而且我说话其实也挺不给辫子的 但是我会觉得 没有任何人身攻击 我只是我只是在表达一些我的看法而已 而且我觉得就是我这样子的话 不止我一个人这样 肯定还是能代表一部分人的好吗 OK anyways 继续再录评个我 这个就纯属不是我的菜 就不太好意思 你看我我我刚刚滑了没几个吧 反正没有没有我喜欢的暂时 这种不太是我的菜 然后这种也是这种 Boring need a company friends I don't want to share my picture until we know each other anyways anyways你你这样子的话 那别人怎么会 给机会你know each other I don't know ok 然后这种 就是我说的没有脸的 这是什么呀 然后这个就 不是我的菜 而且只是一个景 就是我个人建议的是你放照片 你不要所有照片都是放在 放的一个景里边 就比如说这个人很明显 他去看了个展 然后所有两个照片都是在这个展上拍的 就a little bit weird but I don't like it I don't like it ok his mom 哇滑错了 我本来想点照片滑错了 anyways 你看 就是也会有这种滑错的情况出现的 ok 然后这个人就小心这个人竟然还like我 就know my type sorry this no 你看这种你看也是来月泡 呀 什么183 got something big 然后发这种什么18G呢 发了个什么 哎 茄子呀 想想看可以TG 还百分之十 百分之十会写日本真是在在吗 不好意思 ok 我觉得我聊差不多了 下面我要进入正常我滑的模式了 就很快 来了 sorry 这种就是 这个人就是很 这个人就一看这个脸就劈过了 oh my god 不过好像什么都不说一直在滑要在打扰 是不是还是要说两句 反正我一般就滑得很快 animees 就是就我的意思就不能找到一个我觉得好看的吗 ok 好吧好吧好吧 好吧那我再说两句 这个人一看就是个韩国人 like 嗯 然后他的照片就还ok吧 但不是我的菜 那就这样了啊 想再给大家找个什么呢 反正这些都是我说那些经济要不然就不是我的菜 但是你真的注意一下好吗 ok那就这样啊 ok 好吧 好吧 其实我今天录这个视频就是想给大家看一看就是我正常情况下我去刷dating app的时候 我是怎么去看这些东西的然后我的感觉是什么然后哪些地方要避免一下 刚刚其实就滑这么一活你看那些东西全几乎都是犯了一些禁忌的照片 对啊 然后你们有什么问题可以给我留言 然后包括有什么其他想听的话题也可以给我留言 今天就到这里 下期再见好吗 Peace